这个年次一定要靠右才是数字 靠左靠右其实说真的 这个其实还蛮关键 有的时候一看就知道错错出在哪里 像我刚刚如果value没加的话 如果value没加其实说真的 如果你假设没有特别注意的话 像这边一定是靠左对 靠左对齐一定是文字 所以也就是说 他现在这个70的话 实际上是70 钱会有双引号 那这样的70的双引号 他就没有办法做资料的计算 OK 所以这点可能要特别特别的小心 因为表面上看起来都看不出来 但实际上你一做 假设我现在插入那个枢纽分析表 这边范围一样 那如果把刚刚的动作再做过一遍 黏刺拖拉到黏刺 然后直拖拉过来 首先的话 当然你会发现 有哪些地方不一样 如果你把黏刺拖拉到直 刚刚他会预设是加种 为什么加种 也就是如果你拖拉下来的资料 假如是一个数字 他预设就是加种 可是如果不是数字 他预设就是技术 所以如果你拖拉下来 发现奇怪 他是技术 那你可能也要小心了 所以其实很多地方都是蛛丝马迹 假如说你都有特别小心的话 应该不会做错 所以这个地方就应该可以 如果你做第二个东西也做错了 那后面其实就是 所以如果现在假设 我要把它群组 按右键 组成群组的话 你会发现 他一定会跳出什么 无法组成群组 OK 那这个时候的话 你就没办法继续做 那怎么办 这个时候 你之前有同学是直接把前面修改 再过来 还是错 为什么 因为他两边没有资料做同步 OK 所以特别小心 这个一般还是什么 那你可能就直接把这个工作表删删掉 如果你假设了 删掉之后 把它外面再包个value 记得一定要重来 这个可能要把它重来一下 value 把这个value加上去 这个加个value V 一般比较快的方法是 打一个v 它就会value出来 前刮弧 后面加个后刮弧 然后打个勾 OK 向下填满 记得这个要重跑 那个枢纽分析表 你不能说你 再把它切过去 它不会动 这个可能 那这个时候再把它粘刺拖拉过来 粘刺再拖拉到 这个时候加总 加总的话呢 就记得把它改成技数 几个啦 不是把粘刺加在一起 这个时候按右键 组成群组 就不会发生问题了 所以将来如果有一些地方发生错误 其实大部分看起来 都跟那个文字跟数字 这个形态搞不清楚 有很大的关系 OK 这样就OK了 那枢纽分析图在右上角 再把这个图选起来按确定 马上就可以有个直条图 一目了然很清楚 所以以后的话你要统计那个 公司的客户哪一个族群最多 其实很快就可以利用这个方式 可以做出我们要的结果来了 OK 不知道这个这个 是数值 因为我用过很多版本 同学说 很多版本 还是你再试试看 因为各种版本我都有试过 从2003、2007 一直到最新的 我现在用的2019 基本上都跟这个有关系 所以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 如果你数值是后来才改的 那你的枢纽分析表要重做 不然的话不会马上更新 因为这些同学 后来才把它改成数值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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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啊 还是说我现在 我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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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退出了 然後你再把你的畫面看 共用 你哪時候有看到了嗎? 有看到,我有看到了 嘿嘿嘿 就是我... 在有什麼訊息,我現在... 這種訊息的話,這樣... 我超過幾個環境就很容易... 那他錯誤訊息是什麼? 我現在如果... 沒有錯誤訊息,他就直接變這樣子的形式 然後你也不... 沒有像你...有那個四方式啊 那...因為我是2136,我最好有四方式... 那你跟我一樣的 你跟我是一樣的版本啊 一樣的版本啊 那是什麼... 怎麼不會有那個選項出現 群組... 你是點到... 這個看起來好像... 不是這邊的小器還是... 對... 我就回覆上一個... 就是... 就是你說右鍵嘛 然後選... 你游標要停在那個A3上面喔 然後... 然後群組... 對... 停在這邊 停在A3,按右鍵 還是說... 對...你A3或A4都可以 按右鍵,然後... 組成群組 這個... 這個什麼訊息啊? 這個... 上面是什麼? 那...就是... 你有可能是... 你那個... 你要重做啦 因為你應該是後來才改... 改那個Value的 這個要重做 你重跑一次應該就可以了 嘿嘿嘿... 你重跑一次看看好了 ok... ok... 好... 好啊... 這些... ok... 試試看好了 反正這些狀況 應該... 之前有蠻多同學都... 類似... 有類似的狀況 大部分其實都是... 就我剛剛講的 如果這些問題都避開的話 我想... 你在使用那個... 這個... ECL應該會蠻順手的才對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就是... 再來的話 我們一樣就是... 我雲端白板上面都有相關的分享 再來的話呢 剛剛有同學問到那個subtitude部分 就是twin跟subtitude 那順便講一下 你們可以切到那個twin這部分 那首先的話這邊 其實主要是第三跟第四啦 那Sony跟HiNet我建議是... 乾脆把它放一起好了 因為主要... 它主要差異就是說... 如果是英文的話 它會把多餘的那個... 空白拿掉 比如說我把Sony... 這個乾脆... 這兩個拿掉好了 我是建議這樣會比較清楚 那... 假設這三個資料 如果我們用twin的話 假設用twin... 文字裡面... 我們用twin的部分... 踢開頭的部分 它會把那個多餘的空白拿掉 也就是說... 中華民國這邊有很多空白 但是理論上我要的效果是... 希望可以把那個... 空白全部拿掉 可是你會發現... 它只會... 把那個多餘的空白 也就是說它把它當英文 中華民國有沒有 如果往下填滿的話... 你會發現... i love you這個... ok... 因為它... i跟love you這個中間... 都會留下空白... 遠傳電信也是一樣... 它會留一個空白... 所以這個麻煩... 我們理論上是希望... 中文字... 取代掉所有空白... 英文字... 留下... 空白... 如果... 再來... 用那個... subtit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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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你要是一个空白 我印象中好像你打个空白移开 它自动会帮你加前后双引号 那取代成new test 取代成什么? 把什么取代成什么? 取代成没有 没有的话不是空在那里 记得是双引号两个 这个是没有文字 把它取代成没有空白的意思 所以如果你按确定的话 你会发现它会得到的结果 中文字好像就是对的 中文部分 但是英文部分的话 变成I love全部穿在一起 那就看不懂了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希望什么? 如果中文是用subtitutu 英文是用trim的话 那当然我需要一个逻辑 逻辑的话就是根据说 这个字里面到底是中华英文 你可以用core 那core的话呢 基本上文字里面有个core core的话就是判断说这个字 不过这里应该是抓第一个字 它的内码位置 如果内码位置呢 假如说大于127的话 那为什么是大于127? 你们可以看那个 我放在那个 第几页 云端白板的第... 第... 第... 第3页里面这边就有个内码表 这是ASCII Code内码 这个是美国人在设计电脑的时候 预留下的一些保留的这个位置 那从哪个位置开始? 0到多少? 127 所以0到... 也就是说 假如说是大写的A是65 到多少? 65到90 OK 那小写的话 97到122 如果数字的话是48 到57 OK 所以以后另外 延伸性你们也可以理解 如果core 它得到的结果 是在这些范围之内的 如果48到57 那就数字 如果大写是65到90 是大写 意思类推 如果不在这个范围之内 那应该是中文 所以呢 我们可以给一个逻辑 这个逻辑的话就是 如果... 所以这个往下填满 如果... 所以插入函数 如果... OK 所以逻辑啦 所以切到逻辑 我的习惯是... 再来逻辑 如果... 它的core 假如是怎么样 假如是大于127的话 OK 那表示说呢 我用的方法是substitute 反之的话呢 我用的方法是... 什么呢 用的是twin OK 那这样的话呢 按确定之后的话 向下填满 就会得到什么 如果是中文 那就是取代中间所有的空白 如果是英文 那就保留 这应该是中间应该有保留 OK 可以看到这边有保留 这个是没有保留的 那远传电影这有保留 OK 那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用这个方式 就是做一个逻辑判断 所以这边会用到三个函数 twin 这个是保留那个英文 这个是英文用的 这个是中文用的substitute 这个是判断内码的 OK 那再用逻辑 所以有四个函数 因为刚刚同学有提到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可以试做看看 那因为刚刚有sony high nail 我觉得那个可能会 比较干扰啦 所以我建议是 可以把那两列删掉 再来做练习 OK 试试看 那我一样再把画面还给大家 这个是在twin的这个工作表里面 那待会的话呢 这个做完之后呢 我们就要更上一层楼了 所以今天也许啊 有同学说 sony high nail 可不可以更快一点 就是说 像刚刚手机串接啊 我如果不希望说 每一次做完之后 又要重来一遍的话 我可不可以做两个按钮 一个按钮按下去 自动产生 一个按钮按下去 自动就帮我怎么样 就帮我清除掉 诶 这要怎么做 所以今天的话至少 也可以讲到有关就是 录制聚齐的部分 OK 试一下